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它現在一天 一杯的量OK嗎 還是你希望它怎麼調整 就是不要每天啊 那一個禮拜幾天啊 一個禮拜至少修個兩天吧 修兩天 或者是就孩子睡了 或者是那天就是已經忙到很晚了 就不需要一定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可以達成共識就是 你說你就這樣軟下去 然後爬出去喝這樣 孩子睡了我就不彈起來 再喝啤酒了 但是如果我們 我是在哄孩子睡以前做這個 那可不可以就是 就讓他下去 因為那就是一個放鬆 不是過量 好不好 這樣你可以接受 那我就要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在哄孩子 我是說 你不是說你如果到時候 要喝啤酒的話 一次一件事 不要這樣子 還要看籃球 還要看 然後你在哄孩子 然後在餵奶嗎 你怎麼弄 不是 我是說在台門要睡覺之前 把這件事情做完 你現在就是 你從晚餐就開始了 對 就是因為不能彈起來 所以我把它提前 積越以身 好 我覺得可以調整看看 好 所以你還是每天都要 你們在聊什麼 不好意思 有些字不要說出來 每天都要喝 還是每天都要喝 這麼容易受癒 他當然要避一下 還是一個禮拜 比如說你現在 現在是他每天都要 我不想每天要 你是一個禮拜七天都要喝嗎 現在目前 幾乎啊 好 那你調整到一個禮拜五天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吧 然後一天喝六瓶這樣 一禮拜五天好不好 其實我就是怕去減少 一天就會變成其他天加量 對 好 好